论御魔有多疯狂 面对拯救自己的胜负也会毫不犹豫就出手 只因他们是被欲望掌控的人类 当欲望达到一定指数的时候就会化身御魔 而依赖就是黎明教会的御魔猎人 为了见到公爵亲自来到拍卖所 只要拍到最后一件拍品便能见到公爵 当拍卖员掀开不时 映入眼前的是一个男人 这让众人感到不可思议 但仍然不断地出嫁 只有依赖倍感担忧 毕竟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 为了见到公爵只能跟着出嫁 转眼依赖就得到了这件拍品 也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公爵 但让公爵想不到的是赠予物品的竟是一位美人 随即就向他握手问好 而依赖却无视他的话语 听说公爵一直都在赞助孤儿院呢 但从去年开始每个月都会有三个孩子失踪 你觉得这些孩子都去了哪里呢 公爵告诉他孩子们都住进了明亮的房间 还能吃到美味的美食 随即笑容满面地说 孩子们都在我的帮助下挤进了贵族圈子 依赖呵斥他就是个骗子 你说的帮助就是把孩子们当作玩具给予贵族玩乐 只见公爵嘴里不断哈哈大笑 下一秒就化身愈魔 指着依赖说到小美人你果然不是来献宝 你是来送死的 随即就扑向依赖 却被依赖巧妙躲过 随即用力掐住他的鸭脖和鸭齿 导致公爵嗷嗷大叫 感受到痛绝的公爵立即变回人类 不断表示自己是人类 依赖面色阴沉 什么人类 你就是被欲望吞噬的愈魔 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笼子里的男人哈哈大笑 他也算愈魔吗 这种低等垃圾可不是我的同类 吓得依赖回头问谁在哪 却发现笼子里的男人早已不见 难道那个男人已经逃走了吗 随即就走向笼子确认 殊不知触手慢慢向他靠近 下一秒他就被触手捆绑全身 随即拉到小房间里 此时的依赖才发觉是愈魔 无论他怎么用力都挣脱不开 只见男人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满怀笑容的说终于见面了 我的依赖 身为猎人却被预魔玩弄于执掌之中 无论他怎么反抗 都会被预魔轻松划解 即使保镖透过帘子看到里边的情况 他都会现场高歌一曲 通知保镖赶紧离开 就在他被困住之后 身为预魔的库洛斯出现在他眼前 还用疯狂的姿态说终于见到你了 我的依赖 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为了探知真相他便抽出小刀 随即挥砍三两下就逃离了控制 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来到库洛斯面前 质问他到底是谁 库洛斯摆出无辜的姿态 人家明明是来帮你的 现在却被神父这样对待 好伤心啊 依赖让他少胡说八道 只见库洛斯凑在他耳边 杀了公爵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吗 难道你不想知道失踪的孩子在哪吗 而依赖却直接将刀对准他的鸭脖 表示自己可不会跟预魔做交易 不料惨遭库洛斯的嘲讽 下手这么倾肯没法让我兴奋起来哦 气得依赖举起刀子 那你就给我消失吧 随即刺向他 却被库洛斯躲闪抓住手腕 再捂住依赖的樱桃小嘴 让他别说话有人来了 下一秒保镖就推门而入 大人你怎么那么久还没出来 吓得他不敢吱声 好在库洛斯掐了下他的腰子 才让依赖现场高歌一曲 保镖们立马知晓什么意思 保镖走后依赖呵斥他到底在做什么 只见库洛斯一脸邪笑地表示 那几个人还没走远 神父大人 做戏做到底吧 而且我知道那些孩子去哪了 依赖面色阴沉 我凭什么相信你 库洛斯随即将他压倒 看来神父大人还没理解自己的处境呢 不过没关系 我会送你一个大礼 随即就伸出御手 让他记住这是只属于我们的秘密 随后就在他胸口刻上签名 当结束后却不见库洛斯的身影 心想他到底是什么人 自从那晚之后再也没见玉魔身影 而依赖苦思奇想了一周 都查不到那个人的身份 直到修女通知他有人捐赠了五百万 现在想见你一面 依赖才表示现在就过去 来到小房间里边 才发现正是上次的玉魔 只见库洛斯起身说道 好巧啊神父大人 这让依赖倍感心慌 他又想做什么 随即呵斥他也太嚣张了吧 竟敢在教会出现 而库洛斯直接不讲武德 反手就利用触手困住他 让他火气别那么大 毕竟现在我也算教会的客人 这让依赖有苦不能言 好在这时有人推门而入 原来是主教过来感谢库洛斯的捐赠 才让依赖逃过一劫 库洛斯表示自己是为了依赖神父才捐赠的 毕竟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这让依赖面色羞红 主教便询问他这些是否属实 而依赖却在思考该怎么回答 他敢挣大光明出现在这 肯定做好了准备 而且高级玉魔善于隐藏气息 只要他不显示姿态就不可能被发现 思考一番后回答是的 听到了满意的回复 库洛斯就转身离开了 期待下次再见到你们 随后主教就拿出了一封信 这是从蒙特利尔的一个庄园寄出的 一来一眼就看出这字迹是孩子写的 暗中倒卖孩子的公爵死后 就收到了这封求救信 这让主教感到疑惑 这也太巧了 简直就像故意引人跳入圈套一样 一来立即表示明天就去调查 主教担心他一个人太危险了 而他却说这件事总有人要解决 比起其他人 我更希望是我 随即就转身离开 却看到门外的库洛斯 只见库洛斯一脸笑意地说 我们的神父大人又要出远门了吗 他却没有回答 反而是带上预模一击 库洛斯便询问他怎么没敢自己走 一来表示你有很多机会杀死我 却没有这样做 说明我对你来说还是有用的 在你的目的暴露前 我没必要在你身上浪费力气 听到这话的库洛斯露出欣慰的笑容 随即询问他想不想尝试点有趣的事情 一来让他闭嘴 最好安分点 夜晚两人就来到了一处豪宅敲门 开门的却是185的管家 询问他们找谁 这让一来感到不可思议 第一次见那么高的管家 随即表示自己是做生意的商人 但不小心在森林迷路了 想在此处留宿一晚 而这也让库洛斯有机可乘 立即搂住他的小蛮腰 告诉管家我可是他的小情人呢 论欲魔有多会撩 不仅当着外人面说自己是他老公 甚至徒手抱媳妇跳楼层 整得教父心里小鹿乱撞 就在库洛斯当着管家面说自己是他情人后 让一来都感到不可置信 这人又在说什么疯话 而管家却没有理会 反而让他们赶紧入主 一来便向他表示了感谢 表示现在手上还有些皮毛 想亲自赠予庄园的主人 管家告诉他现在已经是主人入睡的时间 不方便会客了 你们请随我来 两人就跟着管家进入了庄园 随后管家将他们带入小房间内 表示让他们在这就请 自己就先离开了 直到管家关门离开后 一来直接拍拖他的仙仙御手 差不多得了 库洛斯让他别激动了 蒙特利尔地区民风开放 这种关系很常见 一来呵斥他别自作主张做些多余的事情 却被库洛斯捂住樱桃小嘴 让他说话小声点 那管家还在外面吗 果然门外清晰可见的影子 一来小声嘀咕地问他在门口想做什么呢 库洛斯直接化身张鱼怪 闲碍眼 直接杀掉不就好了吗 一来让他等等 别暴露身份 现在首要目标是找到寄出委托信的人 忽然外面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 从窗户看去是一个小孩拿着小剪刀修剪花枝 但那么晚修剪也太奇怪了吧 库洛斯直接搂住他的小蛮腰 随即从30米大楼跳下 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吓得一来呵斥他是不是疯了 而库洛斯却直接夸赞他表情很不错呢 这时小孩拿着小剪刀询问他们是谁 一来便询问小孩是住在庄园里吗 怎么那么晚还在这 小孩宛如机器人般说花丛太高了 主人会不高兴的 你们长得也太高了 主人也会不高兴的 随即就拿着小剪刀冲向他 还好库洛斯利用触手拍打肩膀 才让小孩彻底昏厥 一来却让他下手清点 库洛斯表示他只是晕过去而已 随后就气呼呼地将小孩放在草丛中 却发现草丛中有山门 便呼喊一来赶紧过来 随即就将门打开 却看到一个地下室 不知道会通向哪里呢 一来建议一起进去看看 随后便走入了深不见底的地下室 想不到那么矮的门后 身后有那么大的空间 库洛斯随口说道 这庄园矮的可不止这扇门 这让一来诺有所思 不过他说的没错 这里的一切都低于平均水平 诸如管家还有孩子园丁 以及那张字条 所以那封信中的一英寸指的是高度吗 这是库洛斯呼喊的声音来 你不觉得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吗 一来此时才发觉 便转头看向身旁的话 这幅画难道和前面的是同一幅吗 库洛斯询问他是否继续向前走 一来便让他从这边上去看看 眼看着库洛斯慢慢走上去 身后却传来上楼声 仔细看去竟是库洛斯 库洛斯一脸邪笑地说 怎么办呢神父大人 我们不会被困在这了吧 从未感受过爱的教父 却对御魔产生了别样的感情 无论御魔怎样调侃他 他都没有之前那样反感 而在两人陷入无尽的迷宫时 管家就已经向庄园的主人报告情况 而庄园的主人一直通过魔镜观察他们 还给予了一份大礼 此时一来一直试图跟外界联络 却没有任何回应 而他们已经在这个走廊行走了好几个小时 无论怎么走都会回到这层 难道这些房间里会有线索吗 随即就推门而入 开始查找线索 却看到墙上有测量身高的量池 一来却在想为什么每个房间都有量池 但都在41英寸时停止记录了 所以说性上一英寸其实是升高吗 就在这时纸条被库洛斯抢走 这让一来倍感意外 什么时候抢走的 而库洛斯却说他们可能是41英寸人就没了 纸条又被一来夺毁 确实是这样 但我们现在还是想办法出去吧 库洛斯告诉他这显然是御魔搞的鬼 那么对于你的这位同类有什么头绪吗 库洛斯表示不知道 因为每个御魔都会根据欲望觉醒不同的能力 就在此时一来拿出笔记记录 库洛斯便询问他做什么 他表示这是任务记录 自己每次遇到御魔都会记录他的能力 听到这话的库洛斯就利用触手抢走笔记 随即询问他我的也写在上面吗 那么你是怎么加入教会的 如果告诉我 我就还给你 原来在多年前一来只是个被欺凌的囚犯 直到一束光照到他的脸庞上 才发觉眼前之人是上一任神父 而在一来在回想时 库洛斯不断呼喊他的名字 他才反应过来 随即拿回笔记 表示是有人带我进入的 库洛斯一脸邪笑地说 神父大人还是这样提防我 好伤心啊 不过没关系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告诉我的 气得一来直接抓住章鱼腿 你想用这东西加餐吗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歌声 果然按耐不住了 两人便连忙寻找歌声的来源 忽然身旁的门打开了一条缝 还有一个皮球出现在眼前 一来便蹲下捡起皮球 只见身后传出女孩的声音 那是温蒂的皮球 一来转头看去 原来是一个小萝莉 她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的 我居然丝毫没有察觉 只见小萝莉一脸笑意地说 随便拿别人东西的都是坏孩子 库洛斯让她离远点 那个孩子不是人类 她是御魔 而一来此时已经被击中 小萝莉便更加猖狂 不听话的孩子是要受惩罚的 御魔只是给她来了个公主抱 就令她面色羞红 毕竟谁也无法拒绝满嘴爱意的御魔 而在小女孩出现在他们眼前时 就趁其一个不注意给她来了一刀 身后的库洛斯都惊呆了 但还是反应了过来 随即就挡在依莱面前 呵斥到小鬼还是不要玩那么危险的玩具 随后就利用触手伸向女孩 谁料女孩只是摸了摸玩偶的头 玩偶就变得异常巨大 而库洛斯只是黑黑一笑 利用触手将玩偶千疮百苦 这让女孩瞬间慌了 随即就往后跑 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 谁料依莱已经出现在她眼前 女孩就伸出小舌头攻击 却被依莱直接掐住鸭脖 再倒入六神花露水 它会让你好受点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女孩的意识也缓缓清醒 库洛斯向他们走来 询问依莱对女孩做了什么 她表示这只是六神花露水 会抑制她的御魔化 忽然依莱感受到浑身刺疼 库洛斯看了看她腿上的伤口 便直接来了个公主抱 这让依莱慌了 库洛斯告诉她你现在需要包扎 随后库洛斯就帮她查看伤口 轻轻安抚她不要乱动 要是那个女孩刺得再深一点 神父大人这辈子就要当瘸子了 如果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神父大人关起来 只有我才能欣赏你的美貌 这让依莱面色羞红 别想那些不实际的事情 随即一脚踢开她 包好了就挤开 忽然女孩的动静吸引了两人的注意 而库洛斯却因刚刚被依莱踹开的事耿耿于怀 不断嘟囔抱怨 依莱便询问女孩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了 而女孩却反问你们是谁 她似乎不知道自己变成御魔了呢 随即告诉她自己是黎明教会的 我们收到了一封信才会来到这里 随后便把信封递在她眼前 女孩表示这是自己写的 想不到那个人说的是真的 这让依莱一脸疑惑 女孩便讲述了起因 庄园主收养了很多孤儿院孩子 一年前我就是和伙伴来到了这里 我在这里负责打扫地板 这里的伙食和住宿也是很好 最重要的是我和洛洛成为了朋友 那天晚上我在洛洛房间玩到很晚 正巧宿管检查 我怕受讯就躲到了衣柜里 但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宿管给洛洛两尺 你已经超过41英寸了 然后就将抹布塞到洛洛嘴里 再使出浑身解数之落落于死地 这让衣柜里的我担惊受怕 就连早会我都不敢直视宿管的眼睛 我只能装作不知道这件事 也想过从这里逃出来 但根本做不到 直到和宿管出门买物资时 才遇到了那个奇怪的人 那人告诉我黎明教会 是专门处理坏人的地方 如果遇到了麻烦就写信向他们求救 那里的大人会实现你的愿望 讲述完这些事后就连忙求救 哥哥快救我们出去吧 还有很多孩子在这个地方 忽然女孩的眼神再次涣散 依来便连忙呼喊他的面子 谁料女孩不讲武德 直接用刀抹了鸭脖 吓得依来都想跟他拜把 想得到男人的芳心 就要用各种情话聊他一番 再趁其对他来的迷惑小工作 他就会自然而然地 给你最喜欢的嘴巴子 这时你再触碰他的樱桃小脸 就水到去成了 起初两人只是听温帝讲故事 而温帝为了让故事 更加真实便当重切鸭脖 吓得依来大喊温帝 以此吸引注意力 再顺其打掉他手里的小刀 随后就亲自给他缠上绷带 还好伤口不深 才没有带来生命危险 此时库洛斯靠在他耳边说道 神父大人这么关心他 能不能也关心关心我 依来呵呵一笑 关心你当然可以啊 随即就给他最喜欢的嘴巴子 库洛斯却是摸了摸小脸 多谢神父大人的款待 忽然他感觉到了一阵寒意 便告诉依来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依来就问是什么 库洛斯就将他带到这面墙前 再利用触手给墙装修一番 映入眼前的是 深不见底的老鼠洞 这让依来感到惊讶 而库洛斯却不以为然 随即就向着老鼠洞走去 依来却倍感担忧 他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危险 但还是跟随库洛斯一起 进入了老鼠洞 而走在前方的依来 怎样都看不清路子 只能不断摸索 却不小心摸到个小东西 库洛斯便抱着他 再摸了摸他的鲜鲜御手 神父大人想要的话 可以直接说 这让依来一脸无语 随即就将手抽回 就在此时闻到一股臭味 库洛斯直接挡在他身前 这个味道是干枯的血腥味 忽然一道白光闪过 当睁开眼时 周围都是各种牢笼 这让两人感到震惊 这些都是孤儿院的孩子吗 忽然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真是有识远迎 两位任性的客人 我是这里的主人尼克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185猛男 逆来让他少说废话 赶紧放他们下来 尼克便谈了谈响指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只见一个小孩打开牢笼 像没有意识一样踏出 库洛斯连忙将伊莱抱住往后撤 小孩也顺其从30米高空成功落地 为了保护心爱的小娇妻 绿魔将他护入怀中 再趁此聊他一番 这让伊莱小鹿乱撞 起初两人刚来到尼克的小黑屋内 却看到小孩从3米高空跳落 好在库洛斯将他护入怀中 才没有被砸中 而伊莱已经慌了神 毕竟这是活生生的生命 只见尼克哈哈大笑 哎呀他死了呢 死了就再也不会长高了 这就是我的美学 气得伊莱将手中项链拿出 换成一把利剑冲向他 想将他就递正法 而尼克不慌不忙地亮出魔仙棒 就你小子不自量力 只见轰隆一声小巨人破土而出 伊莱趁此冲向巨人给他来了一步 却发现巨人手臂再生 竟然又找出来了 库洛斯让他小心点 这些破玩意有再生的能力 这样下去不行再生的速度太快了 而身后的尼克笑得更欢了 让你们多管闲事 随即又再次亮出魔仙棒 随着咒语的念出 巴拉拉小魔仙全身变 巨人就拎起小刀刺向伊莱的天灵感 好在库洛斯利用触手将伊莱护入怀中 才让他逃过一劫 别走神了我的伊莱 伊莱怒吼 他是通过魔仙棒控制着这一切 那地下室的循环也是他的杰作 把我们当作妻子来下 忽然两人醒悟了过来 现在我们身在棋局之中 我们得想办法赢下这盘棋 不然这些怪物是不会停下的 库洛斯询问他会下棋吗 我怎么可能会 听到这话的库洛斯黑黑一笑 随即抚摸他的脸庞 伊莱想不想玩有趣的 只见大量触手喷涌而出 伊莱呵斥他是不是疯了 库洛斯并没有理会 反而将他抱入怀中 随着触手的不断攻击 小黑屋也逐渐崩溃 当伊莱睁开眼时 才知晓破坏这一切 也能赢下这盘棋 此时才发现库洛斯将他护入怀中 才让自己没有受伤 便连忙询问你怎么样了 不会死了吧 忽然库洛斯抓住他的仙仙玉手 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呀 神父大人 为了彻底得到神父 绿魔不仅在他身上画圈圈诅咒他 甚至利用触手让他陷入沉睡 只因他看到伊莱就会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但伊莱却不给他机会 还给他来了一脚 导致库洛斯疼痛难难 此时身后的尼克嗷嗷大叫 可恶怎么可能 我还没有输 随即就将手伸向魔线棒 却被库洛斯一脚踩住 已经结束了 忽然一来直接抓住尼克的衣领 你为什么要杀掉那个孩子 尼克哈哈大笑 我只是把他送去一个 没有歧视和幸福的地方 就像我的庄园一样 原来尼克曾作为平民 考入了贵族学校 却因为身体缺陷感到自卑 也不敢和他们进行交流 经常自己待着 直到有一天 一群人来到他身后 终于找到你了小矮子 想见你一面可真难了 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的20块腹肌 这让尼克害怕至极 即使自己说不要也没有任何效 之后噩梦就开始了 每天被歧视被折磨 就连自己用来下棋的手 都被他们用500度的热水烫上 而他们却在嘲笑尼克的无能 也就是在这天尼克意识到 一味的逃避和躲藏是没有作用的 只有变强才能不受到伤害不被歧视 在他获得能力的时刻 第一时间送他上了天堂 周围的人连忙求饶 也就是从这一瞬间 让他感觉到自己成为了国王 为了改变充满歧视的世界 他制造了理想中的国度 那就是让大家一样 高就不会被歧视 这个庄园的孩子们一定会和平共处 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气得一来呵斥他就是疯子 在送你去死之前 告诉我那些被你抓起来的孩子 却在哪了 尼克却表示他们都在幸福的国度里 直到库洛斯拿起魔仙棒要摧毁的时 尼克才连忙求饶 能不能把魔仙棒还给我 库洛斯却不给予机会 随即一脚踩在他手臂上 随后两人就进入了小黑屋 刚进来就看到管家准备给孩子进行手术 库洛斯直接不讲武德 利用触手将他弹飞 一来便连忙查看孩子的状况 失血太多了可能不行了 忽然库洛斯直接冻穿小孩胸口 一来呵斥他这是在做什么 库洛斯表示既然已经没救了 倒不如直接给他一个痛快 这让一来无言以对 随后就给孩子盖上了白骨 再趁其一个不注意掐住他的鸭脖 却让库洛斯面色羞红了起来 神父大人是要玩窒息游戏吗 随即就按住他的小手 再来个壁咚小游戏 气得一来对他口吐芬芳 而库洛斯只是在他衣服上 画个圈圈诅咒他 再利用触手捂住他的小嘴 直到一来彻底闭上双眼才放开 随后就抱着一来的小脸 该开始惊艳地震慑了 表面阴险狡诈的御魔 却对他产生了别样的感情 虽说不想让他陷入其中 但为了计划只能勇往之前 起初库洛斯将他迷晕 他就抱着一来前往另一个小屋 而这个地方就是他曾经的家 每当来到这里都会让他记忆犹新 那是库洛斯还是小孩 而在他回家时却看到惊恐的阴影 浓烈而刺鼻的味道 是那个夏日午后最深刻的记忆 御魔残忍杀害他的父母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御魔逃离 直到御魔离开他才痛哭流涕 这也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绝望 也就是这天他成为了御魔 走向了背弃光明的道路 今后即使被无穷的欲望吞噬 彻底沦为走兽他也不后悔 只因他的父母曾制造了造福人类的血液 御魔也为了抢夺血液而来 随即就利用触手抚摸伊莱的脸庞 我不会伤害你的伊莱 我要借你身上的一样东西来吸引御魔 你只要闭上睡一觉 醒来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就可以 此时伊莱仿佛受到了什么感应时 眼睛也缓缓睁开 反应过来的他随即就想推开他 却惨遭库洛斯的触手攻击 伊莱只能任由他的消遣 直到血液的流出库洛斯才因此停手 虽说这样很危险 甚至可能会牵连到伊莱 但哪怕飞蛾扑火他也不想回头 随后便打开了窗户 你想要的东西就在这里 这次不会再让你逃了 我会亲手将你彻底粉碎 忽然伊莱起身整理衣物 这让他感到不可置信 怎么回事 而伊莱却只是直钉钉看着他 他便摸向自己的脖梗处 难道是那个时候吗 他把带胜水的银针插入我的压脖 此时药效也终于发作 库洛斯连战都站不稳了 伊莱表示既然和野兽共识 怎么会没有防备呢 你现在应该觉得浑身麻痹了吧 下一秒库洛斯就顺其倒下 你果然很特别呢 不过我好喜欢啊 伊莱呵斥他少有嘴滑舌了 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庄园了吧 那时候你说温帝已经不是人类了 那么你是如何知道 温帝之前是人类而不是御魔呢 难道你早就见过温帝 或者说让他写信的那个人就是你 库洛斯却没有回答 伊莱便用小刀抵在他的伤疤处 既然你这么不配合 我只能送你下地狱了库洛斯 反强爱意的御魔 内心却想和神父拥有一个家 虽说神父早已对他的行为见惯不惯 但内心早已被他拨动了心情 从库洛斯被麻醉之后 他就陷入了一场梦 俗称翻外篇的梦 此时的伊莱正为黑暗料理焦虑不安 库洛斯上前询问他咋回事 伊莱焦滴滴地说道 我只是想给你做螺丝粉 想不到成螺丝了没有火 忽然身后发出阵阵白光 库洛斯赶忙拉他过来 随即用身躯护着他 不要抬头有我在 而这所带来的代价就是烧伤 此时伊莱用冰块帮他付后背 嘴里还关切地询问他疼吗 库洛斯表示我可是御魔 这点小伤怎么可能疼 就是对疼痛有点迟钝 伊莱一脸疑惑 为什么会迟钝呢 这话整得库洛斯都不会了 为什么呢 原来在多年前的研究室内 一声告诫他已经被淘汰 以你现在的能力完全无法保护那位大人 不过你能接受改造那也许有机会 库洛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随之带来的就是疼痛的折磨 以及药剂的作物 思考一番后告诉伊莱这是天生的 听到此话的伊莱倍感担忧 要是感受不到疼痛 那么连受伤都不知道 这让库洛斯感动不已 从来没有人关心过自己疼不疼 而在第二天伊莱给了他个耳钉 库洛斯便询问这是什么 伊莱告诉他这是通讯器 随时都能联络到我 但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吗 伊莱表示我们也有分开的时候呀 万一我哪天不在你身边 你遇到了危险就可以联络我呀 只要有我在你就不会受伤 这让库洛斯感动不已 幸福的好像不是真的一样 只见光线一暗 转头却发现小娇气早已不见 忽然伊莱就被弓箭射中 满身鲜血地躺在他怀里 无论他如何耐喊都没有作用 他不明白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每次都在自己最幸福的时刻 绝情地夺走属于自己的一切 只能不断对着伊莱哭泣 忽然一道声音转入他耳边 该醒来了你这个御魔 只见伊莱直挺挺地看着他 这让他一时分不清刚刚的是现实还是梦 反应过来的他随即抱着伊莱 让我再睡一会吧 突如其来的拥抱令他面色羞红 忽然看到床上有个黑不溜秋的原点 这是他的耳钉吗 算了反正和我没关系 但仔细想想戴在他身上的东西 应该是很重要吧 随即就捡起耳钉 帮他亲自戴上 那就当做一件善事吧 想要御魔臣服于自己 就得拎起小皮鞭威胁他一番 再给他戴上标志性的狗套 利用规规让御魔彻底吃醋 这样他就会守到擎来 但自从城堡事件过后 温蒂就被送到御魔收容所 尼克也被监狱收押 那些幸存的孩子们 都被送到福利院进行照顾 虽说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还有一个大麻烦在等着自己 随后他就来到库洛斯的所在地 只见两个小弟 往库洛斯的伤口倒入圣水 让他心疼不已 便上前让两个小弟先回去 再掏出专属小皮鞭 质问他为什么被这样对待都不配 库洛斯嘻嘻一笑 神父大人终于舍得看我 有些事我只能单独和你说 一来让他少胡扯 现在没有人赶紧说 你把我引到庄园里 还做了那些奇奇怪怪的事 到底有什么目的 只见库洛斯一脸邪笑 好伤心那神父大人 你竟然质问我 我以为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你会信任我 然后就能彻底袒露心扉了吗 一来二话不说就掏出小皮鞭 那就让我的小宝贝和你袒露心扉吧 随即就用小皮鞭指向他的胸口 却发现他早已伤痕累累 难道是用了对付御魔的圣水吗 但他为什么看起来没有痛绝一样 而库洛斯却询问他不继续吗 这些可都是你的同伴给予的 难不成神父大人是关心我的伤势吗 随后便挣脱了锁链的束缚 紧紧握住伊莱的手 如果能让你心疼 那么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却被伊莱一把薅住头发 你再敢动我就杀了你 而库洛斯却没有丝毫害怕 反而靠近他耳边说道 你不会杀我的 明明当时那么好的机会你都没杀我 现在更不可能 伊莱你小时候的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对吗 那时的你可喜欢写日记了呢 一连串的话让伊莱瞪大了双眼 他是怎么知道的 随即就抓住他的衣领 质问他到底是谁 只见库洛斯握住他的手腕 神父大人要不我们做个交易吧 画面一转 库洛斯就戴上了引以为傲的狗套 嘴里还不断哼着小曲 伊莱让他闭嘴别那么惹眼 库洛斯表示我们站在这就是全场最亮的仔 果然周围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面对这种情况伊莱直接扯住链子 可吃到和你交易并不代表我妥协 如果你做了出格的事我一样会杀了你 库洛斯只是扯了扯狗还 遵命我的主人 随后果然在书籍找到了相应的新闻 不过那么严重的御魔伤人案 为什么相关资料少之又少 而这和库洛斯所想一样 连教会内部也没有资料 看来是故意隐藏了 伊莱让他不要担心 哥后便有人 随后便带着他来到了魔药部 只见椅子上的男人呵斥到 现在是下班时间别访我 直到伊莱说了声拉菲尔 他才起身回应 原来是小伊莱啊 那就再为你通融五分钟吧 而库洛斯却粗意满满 这小子到底是谁啊 对御魔的战友欲有多强 为了不让小娇气与他人说话 不仅开始了护士 甚至在他人面前秀起了恩爱 起初两人刚进入房内 拉菲尔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但还是夸奖伊莱一番 想不到你喜欢这种呀 而在五分钟后 拉菲尔也大概明白了两人的关系 所以你帮他寻找杀害父母的凶手 他帮你解决棘手的御魔对吗 库洛斯表示没错 伊莱神父现在十分需要我的帮助呢 我只好勉为其难了呀 虽然搞不懂他怎么知道自己失忆的事 但只要找到那段失忆 我会立马从这个交易中抽身 身旁的拉菲尔都惊呆了 伊莱竟然和御魔合作 这家伙也不愧是高级御魔 进门的时候我一点气息都没感觉到 忽然伊莱询问他 关于前任魔药部长的事知道多少 拉菲尔告诉他们前任魔药部长是一对夫妻 但自己并不熟悉 气得两人想给他一拳 库洛斯嘲讽他也没啥实力呢 这也不能怪我吗 我过来的时候这个位置已经空缺几年了 不过他们好像在暗中进行一项秘密的实验 和御魔相关的 好像叫月药实验 而两人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随后拉菲尔便转身离开 顺便让伊莱下次别把那么危险的宠物带来 库洛斯一脸邪笑 下次我一定自己来 不劳你费心 伊莱询问他有必要刚见面气氛就那么差吗 你不懂 这是有关尊严 而在第二天伊莱便开始了翻书籍 却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月药实验的记录 而且库洛斯那家伙趁自己不注意又消失了 随即便告诉众人祷告结束 忽然一个信徒拜托他一件事 隔天他就按照信上的地址来到这里 信徒便向他介绍这是自己的堂弟奥利福 而这位就是黎明教会的伊莱神父 随后两人就开始了简单的问候 内地里个怀鬼胎 毕竟奥师是最大的制药公司呢 一定吸引了不少医疗界的名流 还能顺便打探月药实验的消息 随后伊莱便夸奖他一番 想不到奥利福那么年轻就管公司了呢 奥利福表示这只是表面现象 主要实验还是舒服负责 听到实验两个字 伊莱就觉得有猫腻 便询问他是什么样的实验 而奥利福并没有理会 反而告诉他舞会开始了 还是赶紧寻找女伴吧 这一举动彻底引起了伊莱的注意 他是故意回避话题呢 看来有必要去查一下所谓的实验了 随后便静止走上楼梯 却不小心被服务员碰撞 导致自己重心不稳准备滑落 好在库洛斯一把搂住他的小男腰 美丽的先生 几天不见就这么着急投怀送抱吗 虽说表面对他各种嫌弃 但内心却早已被他拨动了心弦 就连平时引以为傲的身材 都能让他看个明白 还满足他的各种癖好 而在伊莱即将摔倒时 库洛斯稳稳抱住了他 还用情话聊他一番 这让他面色羞红 好在服务员连忙道歉才解除这氛围 伊莱便询问他怎么在这 库洛斯却说我们是同伴 共同行动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身后的服务员看得心花怒放 哇他们两个好般配啊 随后伊莱就来到卫生间 却看到了库洛斯的衣物 便询问他怎么也在这 库洛斯表示自己是被邀请来的 因为神父大人进度太慢了 我只能去见了下老朋友 听说进口了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呢 我让他帮忙留意 有没有特殊的魔药 当然我也没有提约药实验的事 作为代价我也就被安排到了这里 你看我有邀请函的 而伊莱却在思考怎么这里湿了 只见一条触手慢慢伸向他 随即就利用触手捆住他的身体 在靠近他耳边说道 神父大人衣服湿了可是会感冒的 我见你的外套完全可以帮你挡住了 随即就扯掉小破步 在趁机邀请伊莱穿自己的衣物 画面一转伊莱就穿着他的衣服出现在会场 库洛斯让他别紧张 放轻松点这里除了我没人知道你穿了什么 随即就来了个龙爪手 却被伊莱抓住手腕 这么快就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忽然音乐停止了下来 抬头望去竟是主持人在口吐狂言 那么请允许我为今天的舞会锦上添花吧 并入眼前的是残肢断壁的人出现在鱼缸里 众人都吓得惊慌失措了 只有一来两人觉得有意思 只见主持人拿出三名小针管告诉众人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随即插入他的压脖 残肢断壁的人就慢慢长出了手臂 众人都感到不可置信 只有库洛斯觉得不对劲 果然刚刚还栩栩如生的人类 如今就变成了蛇妖类的生物 吓得众人连忙逃离 库洛斯也将小胶气护在身后